在盘点静夜时光的女神时,有一个在好莱坞大放异彩的女精常常被忽略。 毕竟在审美上,她打通了中西方界线,将所有人迷的神魂编导,她就是Mabic。 最近,有媒体报道39岁的女神,已经和57岁的DYLNNCDRMLKK起出了婚约。 这个消息震惊不少网友,要知道,从2014年相识,求婚,这场婚约已有四年之久。 不少人在惋惜之余,关注点已经慢慢走偏了。 哇,女神39岁了,居然还这么美。 并且Mabic的美极有味道,很难用一种标签定义。 眉目如画,纯红齿白,有东方女性的气质与美感。 作为好莱坞发展最好的药医之一,它又更符合西方省美,越南,爱尔兰。 波兰冠血,五官深邃,神情胸的自傲,多少带着燎人的气息。 身材完美,功气十足。 这种特质让它成为全是冷艳性感女杀手最合适的人选。 并且美聚尼吉他,将这种特点发挥到极致,它扮演的女杀手出登场时,曾迷到多少人。 红色泳衣,墨镜,大长腿,将场景变得十足异于风。 在一种惊霸地眼的美人中也不舒,不懈的嘴角和自信力眼神,反而令他散发着某种野性和神秘气息。 喊起来的时候依然美艳,打起来力所敏捷,举手头足皆是风情。 然而,Mavic并不是一直这么美,家里五个兄弟姐妹,他最小,从小在长相上也不占优势。 哥哥姐姐要么继承父亲高大的身材,要么是母亲精致的面容。 没独他,从小黑黑瘦瘦,戴着牙套,并且一待就是四年,不漂亮也不酷。 但在夏威夷出生长大的他,性格大胆热情奔放,高中毕业时,穿着点钱,穿着最便宜的衣服,赌场加州。 在日本,他想当模特,但没人要他,不是真正的日本女孩,也不是金巴逼野,是个野鹿子。 处处被拒绝的Mavic,从日本辗转台湾,又去到香港。 有一次,谢霆锋在一堆面试的女模特众群众Mavic,于是,他有了第一份工作,跟大帅哥谢霆锋拍写真。 第二天,全香港都在问,站在小谢旁边的女孩是谁啊? 这样的意外是极大的幸运,又好像是上天对这份美貌的友谊安排。 一夜间,他成了男人最想拥抱的对象。 Mavic很清楚自己的优势,很多导演找他拍电影也懂。 比如在志诺特空中用一支舞颠倒众生,自带鼓风机效果,白色吊带,干个人短发,转身就是魅惑。 演技也很自然,双眼处处动人。 而且还有大帅哥无言阻达戏,这一言万年藏着多少爱恋。 更让人嫉妒的是,两人还有很多亲密戏份,欲望似火扑不灭。 然而,这种热烈与其说是演戏,倒不如说是真情是感恩。 在这之前,他们是人人艳羡的情侣。 Mavic是吴燕祖极其真实的女孩。 除了现在的太太Lisa,从一多年极少绯闻的她,少见地上媒体公。 开过Mavic的女友身份。 你再也没见过燕祖跟谁在一起时,眼神如此干净又炙热。 带着她一起工作,处处挽着她的手,自己是备受瞩目的大帅哥,在镜头前从来不会让Mavic被冷落。 还一起拍过最羞耳羡的写真。 拍这部戏时,Mavic刚跟吴燕祖提出分手。 即便已经分手,吴燕祖依她念念不忘,一停下工作就给她打电话,担心她过得不好。 贴心又伤心的她,甚至承认说是自己工作太忙,疏忽了对方。 很多年后吴燕祖说,那段时间都睡不着,好不容易睡着了,醒来才发现自己哭了。 后来Mavic的飞文对象,还有另一个大帅哥成冠希,以及被誉为日文贝克汉姆的中田英兽,整个日本的女孩都想嫁给她。 可她偏偏被杂志上一张Mavic的照片吸引,不惜斩转各种关系要得她的联系方式。 见到本人之后震撼许久,留下一句,仙女侠。 凡,从此开始疯狂追求她,一天几百个国际长途电话,在意大利比赛的时候,冒着恐怖袭击的危险,飞回香港与她约会,第二天再匆匆回去,这段恋情曾轰动全球。 很多人说,Mavic空有美貌,却爱恋爱。 喜欢爱情这件事,她认了,人不能缺爱,在爱中她也从不迷失自己。 但说到她只有美貌,怕是不行,美从来不是错误,何况Mavic技能缠身。 在动作片领域,她早已是一线达女,从小没有武术功底的她,自拍电影起,就接受正规的武术训练。 练断过骨,拉筋到痛,把各种犹派的功夫都学完了,就开始学起她,手枪,格斗。 她明白,只有这样,她才有更多的机会。 当初阿庞哥的叠中叠三,在全球选女主角,前来面世的女星包括张子怡和杨子雄。 Mavic实实在在在的训练了几个月,她对自己身体组织的要求不是女打星,而是男动作巨星。 她跟着,男生们去练工房,没日没夜都练,几个月后,阿庞哥通知她,快来演戏吧。 等到开拍的时候,她已经有了好莱坞大片女杀手的冷烟无比,即热情似火。 穿红色礼服,开着蓝婆接迷,Mavic的出场永远带着性感。 拍戏这么多年,她早就伤病缠身,被木条打中过脸,把边肿掉。 眼爆破细骨膜被震坏,差点聋掉。 但她依然热爱疯狂拍戏,多年不改。 曾有人问她多年保持性感的秘诀是什么? Mavic只有两个字,拳击。 身体是她被人关注的开始,而能力才是她走向国际的关键。 凭借一部不动作片,以长长针枪实弹的打戏,在好莱坞站稳脚跟。 Mavic才有了出演《你记塔》的机会,选择她演这个经典女杀手。 被无数美国人成为电视剧选角上最经典的爱丽之一。 她也成为美剧历史上第二位领衔主演主流电视剧的美极亚裔女星。 从1998年出道算起, Mavic之客混迹娱乐圈近了20年了, 并且是在东西方不停游走。 在争议中出道,又在争议中走红, 如今很多人说她39岁就老了,被男友抛弃。 但只有她自己清楚,做喜欢的事才有力量, 并且不放弃继续爱的机会, 找一个可以让你开心的人在一起, 一个我醒来就可以一起笑的人。 是啊,谁说女人一定有一帮男人生活, 当初17岁的Mavic敢独自走出夏威夷, 抢当世界,那39岁的她也没有什么惧怕的事。 有采访过她的记者说, Mavic的笑声百米开外就能听到, 嗓门特别响亮,像个音质很好的罗。 直到今天,Mavic依然我醒我素, 豪爽狂热,不去流言卑语, 风云变化的娱乐却没有改变过她。 几多辗转,曾经的男神们一个个归家带娃。 而Mavic回归单身, 在事业上,他完成了扮演员的目的, 成为身家最高的亚裔演员之一, 在生活上, 从来未松懈过对自己的要求, 也丰富的生活,年近40保持着20岁的体态。 毕竟美丽总会消逝, 只有工作带来的底气和生活的自律, 才会让这种美更持久。 就像她自己曾经的期望, 20岁是惊艳的, 30岁是漂亮的, 40岁了, 还是电影导演眼中的宝贝。 如今她创造过历史, 过着美严动员身家善意的生活, 都挺好。